大家好 欢迎回到文昭谈古论今 今天是美东事件2022年5月9号星期一 一件当下很重要的事情 终于有了初步的答案 就是普京所操办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7周年的阅兵式 还有他在阅兵式上的讲话 因为他预示了战争的进一步发展 俄乌战争的进一步发展 也间接的对中国和中国人有挺大的影响 1945年的5月8号午夜 纳粹德国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了字 二战的欧洲部分结束 因为这个签署投降书的时间 英、法、美都把5月8号定为欧洲胜利日 但是当时莫斯科时间已经是5月9号了 所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定下的胜利日都是5月9号 那今年按惯例举行的胜利日阅兵 普京是普京上台以来最孤单冷清的一次 几乎就是他的单人秀 我今天早上搜了一圈 都没有找到外国领导人与会捧场的报道 以普京这种人自视甚高 把自己当作是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今天的盟主 还认为自己是大斯拉夫民族的盟主来讲 无人道贺就已经算是输了 那这一幕相信给普京还有他的好8点习近平 都会以很大的刺激 普京在阅兵式上的讲话有11分钟不长 但是比去年的5分钟要长了 果不其然他仍然把今天的乌克兰称之为纳粹 号召继续与新纳粹作斗争 而且还为入侵乌克兰做辩解 说西方敌对势力正在为入侵俄罗斯做准备 所以采取军事行动是必要的blah blah 那这些不出意外的部分咱们就略过 需要关注的部分是首先他没有宣布进一步的动员 其次呢他仍然称在乌克兰的行动为特殊军事行动 没有上升到使用战争这样的字眼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也就意味着普京大帝心中熊熊燃烧的火焰正在冷却 对于继续加注扩大战争这个疯狂的选项 他那边也是相当的犹豫动摇了 其实到今天普京的A计划和B计划都失败了 A计划呢就是从2月24号开始 企图24小时之内击垮乌克兰占领基辅 那肯定是失败了 B方案呢是从基辅外围撤军重点围攻乌冬 在5月9号之前宣布胜利 可是你看在他的这个胜利日阅兵之前 乌克兰这边就先给他送上了两份大礼 一是在哈尔科夫发动有限的反击 夺回了一些村庄 把俄军朝俄乌边境又推了一段 二是在黑海用海王星反舰导弹 又重创了一艘俄罗斯的现代化护卫舰 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 所以到今天俄军在乌东 连完全控制马里乌波尔都没有做到 在开战以来 这座城市已经在被围困的状态下 坚持作战60多天了 都已经超过了苏德战争期间基辅围困战 1941年6月份苏德战争爆发以后 基辅被德军围困33天就被攻陷了 马里乌波尔的亚素钢铁厂 目前俄军都还没有拿下来呢 所以不管是A方案还是B方案都已经失败 没有一个足以让普京保全面子的成果 那目前这个状况的好消息是 普京在A和B方案都失败以后 看来他没有C方案 那么和平的曙光就隐隐若现 你像俄乌在马里乌波尔开辟了人道走廊 让亚素钢铁厂被围困的平民撤出 这也就意味着普京开始更多的给自己留有余地 那么就让和平的斡旋多了一份曙光 这是开战进入第三个月以来很重要 也很有标志意义的一天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 达成和平的阻力在各方面都存在 不仅是普京这边有阻力 他这个战争输不起 在乌克兰这边呢 让和平达成困难的阻力同样存在 就是在战场上取得上风以后 乌克兰民众对于更大的战国有期待 想要追穷扣 其实我发现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倒是体现出了一个优秀政治家的 灵活务实的素质 这方面他比很多当今世界的领袖都强 泽连斯基在今年三月份曾经表示 乌克兰可以考虑不加入北约 在这么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体现出了灵活度 而且他三月份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采访的时候 曾经说对于乌东那两个省份 卢干斯克和顿涅茨克 他是希望找到和解的办法 关键是在这两个俄罗斯族人口占比较高比例的省份 乌克兰人的处境得得到明确的保障 那这比抽象的承认独立或者不独立更加重要 所以你看在这些方面 他是比较从务实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但是在战场比较有利的情况下 他谈判的灵活度也在变小 也得更多考虑到民众的情绪 另外还有一个背后的因素 就是西方国家的态度比较微妙 西方是不是希望俄乌尽快达成和平呢 也不那么一定 因为英美可能会用是否继续军事援助 乌克兰为条件 以及帮助乌克兰的战后重建为条件 希望乌克兰更多去消耗俄罗斯 把这个战争进程再拖长一些 在聊国际关系的时候 我一般比较谨慎 聊到更深入的一层 因为这比很多人的那个简单情感判断 来得要复杂 也不太容易说得清楚 要知道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一幕就是 很多时候阻碍和平进程的反而是民意 一个有远见的领袖 他应该知道在什么时候跳出民意 不被民众情绪所左右 才能够真正的为民族某百年之福 第一次世界大战 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深刻教训 就是战后那个巴黎和会 他没有能够完成缔造长远和平的使命 当时协约国各个战胜国的领袖 像美国总统威尔逊和英国首相劳和乔治 这些主要的领袖 他们当时的毛病就是过于受到选民情绪的左右 说起来也可以理解 就是一次世界大战这个痛苦的过程 让参战国的民众都饱受创伤 所以临近胜利的时候 民意就强烈要求要严惩德国 像劳和乔治首相在巴黎和会开头的时候 是不主张过分惩罚德国的 但是后来国内民情汹涌 他为了迎合这个选举的需要 后来也不得不对民意妥协 然而领袖的责任是要缔造长久的和平 所以你看这个一战期间和之后 世界各主要国家的领袖 他的那个眼界和气度 就远远不如一百年前的父辈 就是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 维也纳和会上的各国领袖 这个维也纳体系是近代欧洲政治和历史进程当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它的目的是要在欧洲建立起一个实力均衡的体系 以实力均衡来确保和平 那你看法国当时不管是领土人口还是经济总量 它已经是欧洲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你没有可能完全肢解法国 以法兰西民族它悠久的历史所积累的那个强烈民族自尊心来讲 你也不可能去把法国亡国灭种去消解法兰西民族 这会带来无休止的起义和反抗 所以过分削弱法国呢必然会给欧洲带来长远的动荡 所以你看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所建造的国际体系 它还是不得不把法国作为重要的一部分纳入其中 所以它这个战后的体系呢 是以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五强作为欧洲的五大支柱 才能够保持一个大体的均衡 这个体系后来经过修修补补 延续了半个世纪 可是后来政客们就越来越短视了 越来越缺少那个时代的领袖人物这样的眼光做长远的和平规划 咱们就说啊 到今天能够在世界上立足的任何一个主要民族 只要它没有在历史长河中消亡 没有一个不曾经历过艰难时刻的考验 没有一个不怀有强烈的自尊心和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 你是不可能通过一次战争就把它彻底打垮 然后再踏上一只脚不让它翻身 它就真的翻不了身的 所以与其追求一个没有和平的胜利 不如拿到一个没有胜利的和平 一战以后的凡尔赛和会 惩罚德国图一时之快是没有和平的胜利 中国历史上的宋辽缠冤之盟 让两国两族得享一百多年的和平繁荣 是没有胜利的和平 普京亲屋的最终失败 结局是高度可以确定的 估计现在普京自己心里也预料到这一点了 也开始体会到这个失败是越来越现实了 只是暂时还没有走到那一步 那当前这一刻对比历史相当于处于哪个阶段呢 我觉得就相当于二战期间的1943年年末 苏德战场库尔斯克会战已经结束 在太平洋战场美军转入反攻已经取得了进展 那盟国领袖在埃及的开罗召开峰会的那个时机 那接下来的一步目标呢 就是让俄军退回到今年2月24号之前的位置 乌克兰这边从西方接受到重装备 重新训练完成以后大规模的反攻也必然到来 估计会在6至7月份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了 也许这一刻乌军的将领觉得自己已经有能力 包围和歼灭更大规模的俄军 但是在战场上让普京遭受毫无余地的挫败 会带来另外一个后果 就是逼迫普京考虑动用最后一张王牌核武器 如果发生大股俄军被包围 有可能会被歼灭或者被迫投降的时候 那么普京动用核武器就会变得非常可能了 当然它哪怕动用核武器也会首先使用当量在万吨以下的战术核武器 不会一上来就到使用几十万吨当量级的战略核武器的级别 但即使是这样世界也会受到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就是在二战以后首次出现核武器被应用于十战 如果西方国家对此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的话 那相当于是让普京一把梭哈又翻盘了 会重燃起他大地的野心 那相信没有人希望这一幕发生 其实习近平现在也在非常紧张的关注 普京和西方谁先怂 当然从常规战争来讲 普京有顶不下去的时候 但是一旦他使出杀手锏 是不是西方也有怂的时候 如果有 那么习近平就会把同样的这一幕在台海复制上演 所以接下来对于乌克兰民族 对于俄罗斯民族 甚至对于中国人来讲最有利的一幕呢 我觉得就是乌克兰在战场上取得一个和缓的优势 一点一点的给自己的优势加码 同时开启外交进程 就不要把普京逼到做困兽之斗 不管向左还是向右 向前还是向后 都是万丈深渊的那种程度 当然我知道要说这种话呢 咱们观众网友当中也有人不喜欢听 普京就像不断有人在推特上高喊 一定要把普京作为假计战犯来审判 就得把他送上脚架 普丁丁必须死 就像在一战结束之前 无数人高喊要绞死德皇一样 其实这种很强烈的情绪 从长远来看 都会带来持续的伤害 战场上危急的时候不绝望 顺利的时候不让复仇之火填满自己的头脑 有节制才能够有希望缔造长远的和平呢 就像这个十九世纪一初 反法同盟他们开会啊 说拿破仑都不直接称呼他的名字 一般都是说他monster 就说他是恶魔怪兽 就这么仇恨拿破仑 可是战后呢 其实也只是把他流放而已 没有绞死他 维也纳和会期间 以至于还让拿破仑得着一次机会 逃出他的流亡帝鄂尔巴岛 搞了一次百日政变呢 那回过头来说一下中国的事儿啊 5月初彭博社引用消息来源说 中国的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 正被要求全面替换他们的外国品牌电脑 都换成国产设备 中央层面据说要更换的电脑 就达到了5000万台 同时还涉及到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的更换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工程 突然间做这种动作更换工作系统 它必然会带来办公效率的降低 很多当前紧急需要处理的事物 什么贷款啊 项目的审批啊 这些工作那就会受到打扰 不得已就要延后 当然对于经济工作来讲是非常不利的 那为什么现在还要去折腾这个事儿呢 大家就要小心了啊 这可不是一般的和西方脱钩 而是战备举措 就是为了避免非常时期的情报泄漏 那说明习近平想对台湾动手的愿望 比很多朋友所推测的更加认真 也更加迫切 着急换电脑的另一个需要 可能是担心和俄罗斯之间的联系 被美国摸到线索 从而被制裁 也和战争有关 当然普京在乌克兰的失败 确实会给习近平相当大的刺激 习近平可能是不得不重新评估一下 解放军想打下台湾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 不过他总结教训的角度很可能跟你是不一样的 你是希望他总结一下 干脆就放弃这个念想吧 就别打台湾了 而他想的是 我怎么总结才能打赢 普京在战场上失败有一个重要教训 就是俄军虽然肌肉发达 火力发达 但他仍然不是一支信息化条件下的军队 俄军的整个信息化指挥的那个大脑 仍然没有发育出来 你看俄军你以为他有什么侦察卫星 有什么无人机应该有立体的情报体系吧 可是经过战争的检验是没有的 营以上的指挥官对于前线的情况就两眼一抹黑了 通信的保密性也极差 也没有什么战场的电磁压制这种行动 而乌军他的这个指挥和防空体系 从战争第一天起就保存完好 而且他在情报侦察方面反而有优势 这是他的王牌 就迫使俄军进入了一种极其折磨人的作战模式 怎么折磨人呢 就是俄军怎么样部署都会被乌军揍 他分散成连排一级的小单位活动吧 就会被乌军的步兵小队提前埋伏在他们的行径路线上 或者悄悄半夜三更摸到俄军驻地附近 在两公里以外用标枪反坦克导弹 把俄军的坦克装甲车一辆一辆的敲掉 你说俄军收缩成营以上的单位 建立起完整的防线吧 壕沟还没等他挖好的 又会被乌军的精确制导火炮给洗地 为什么能做到呢 就是因为乌军即使掌握了战场情报 第一时间就准确判断了俄军行动 就会有这样的战果 所以俄军是分也不是和也不是 这都是不掌握战场信息主动权的后果 这也是俄军多年以来缺乏经费 他信息化合成没有形成战斗力的表现 那中共这方面呢 最起码从资金投入来讲 从有意识的推进来讲 在信息化建设这个领域要用心的多 像刚刚在5月6号 中共又有18架军机进入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乌克兰的教训呢 并没有让中共这边演起息鼓 反而是加强了他们在信息化条件下作战的意识 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呢 它是从卫星侦察到单个士兵的成体系的对抗 不是局部的什么兵力的比拼火力的比拼 不再是拳头肌肉的较量了 那这是习近平在这方面总结到的教训 他现在要把政府和所有国营部门的电脑都换成国产的 就是要堵上任何资讯泄漏的漏洞 以至于牺牲政府的办公效率也在所不惜 那说明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战备举措 说明习近平想主动脱钩的愿望是很迫切的 他想对台湾动手的愿望可能比你所想的也要迫切很多 在中国的国内形势这方面来讲呢 习近平坚持清零越来越不得人心也越来越没有说服力 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了乌克兰这边几百万难民疏散到欧洲 都没有造成疫情的传播 怎么中国这边你连出个家门都要48小时核酸检测 这也太荒谬了吧 太没说服力了吧 所以接下来怎样持续保持对社会事实上的戒严状态呢 保持这种严控状态呢 这个进驻战争是特殊时期 可能接下来会是一个比什么防疫特殊时期更容易让人接受的理由 尽管说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呢可能性不一定那么高 我认为也低于50% 但是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发展方向 不管是不是做得到 起码习近平是有意识的在一步步朝这个方向挪 而乌乌战争会不会走到普京动用核武器这一步 对于台海未来的局势发展相当重大 如果普京动用核武器西方反应又比较软弱的话 那就会是非常巨大的风险 其实关于和平 就是动用核武器的核 在台海未来的冲突当中 动用核武器的言论呢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 鹰派分子、好战分子的口中一直都存在 既然一旦对台动武就是习近平压上了他的一切 那有什么手段他都会用的 有人说可以考虑在公海引爆一枚小型核弹 嚇阻每日不敢介入 也有人说可以考虑引爆一枚小型的核武器 瘫痪台湾的局部防御体系 为解放军的登陆清场等等啊 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因为俄罗斯有核而乌克兰没有 中共有核台湾没有 那就不是冷战当中美苏确保相互毁灭那个剧本了 有核国家的常规战争能力又弱 那么在常规作战不利的情况下 它免不了就会蠢蠢欲动 你说有核武器又不能用 那花这么多钱搞这玩意儿干什么呢? 所以这种剧本的发展就不可不防 有朋友说咱们有段时间没有聊俄乌战争了 所以今天交上作业 可能大家会发现我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因为在这段时间之内 我会去听各方面的声音 调整自己的看法 我不会只在同温层里面找喜欢的来听 咱们这儿可不是十里不换奸 那对于坚持普丁丁必须死的一些网友来讲 可能不太乐意 既然说这个拿破仑战争之后反法同盟并没有绞死拿破仑 一战以后也没有绞死德皇威廉一世 那么二战以后为啥就要绞死纳粹战犯和东条英姬他们呢? 那这些话题咱们可以留到以后慢慢来聊 我这儿也没有办法在一个20分钟左右的谈话节目里面 就包罗万象 总结一句话 我所反对的是主要从情绪出发来看问题 情绪这玩意儿不值钱也不真正对任何人有意 我觉得一个最好的结果呢 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一个底线之上和解 这个底线在哪儿呢? 需要俄乌双方和国际社会共同来摸索 也需要战场上有一个结果 毫无疑问得是乌克兰赢 但是乌克兰和俄罗斯是同文同种 他俩打成乌尔基结下不共戴天之仇 对谁都没有好处 乌克兰和俄罗斯同属于东斯拉夫民族 波兰是西斯拉夫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他们是南斯拉夫 那北斯拉夫呢就是北极熊河海豹了 就没有北斯拉夫了 乌克兰和俄罗斯如果同是操戈结下了化解不开的深仇大恨 会造成他们各自在斯拉夫文化圈里面去拉朋友 造成整个斯拉夫文化圈的割裂和动荡不安 那以几十年的时间尺度来看 是没有人能够从中获益的 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 而乌克兰的民主和繁荣呢 又能和俄罗斯达成和解 对于同文同种的俄罗斯长远来说 更加有正面影响 那么好 好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 明天星期二我需要准备咱们另外一个频道 文昭思绪飞扬上的内容 在文昭谈古论金这个YouTube频道呢 咱们就是星期三再见了